嗨 大家好 我是桑姐 今天呢 我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我小時候發生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大概發生在我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 那我跟我媽還有我弟 還有我舅媽跟舅媽的兒子 也就是我表弟 就是啊 題外話一下 我弟其實跟我差四歲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算是國小一年級左右 那我表弟呢 其實才小我一個月而已 其實我們算是同年齡的 好 就是呢 我們這三個小屁孩 就是跟著大人們一起去泰國去玩 那其實因為我們這全家的人英文都不是太好 所以呢 我們是跟旅行團的 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天我們行程是住在一個很像類似露營度假村的旅館 然後每間客房都長得跟帳篷一樣 然後外面有大草皮啊 然後吃到飽的BBQ啊 或者是營火晚館之類的 那重點來了 當我們睡了一晚之後 隔天早上起來 我媽還有我舅媽 他們就是大人 和導遊們正在忙一些退房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幾個小屁孩呢 就為了等他們 我們決定好好利用一下 我們還在這個度假村所順無幾的時間 來玩那些度假村的各種休閒設施 我們三個人呢就到一個就是在兩棵樹中間 中間會掉一個很chill的吊床 我們就在那邊玩那玩那玩 玩得相當的開心 那玩到一陣子之後我們突然發現 我們隱隱約約感覺到就是 我們的視線就是有兩個人在向我們走來 那當他們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的同時 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情 天吶 他們是真正的外國人耶 因為在這之前 我在台灣從來沒有看過真正的外國人 都是在電影上面看到的 所以呢當時呢我們就興奮了一下子 但是我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英文不是太好 對 所以呢當我們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三個小屁孩 就互相看對方 用瞪大的眼神示意交流一下 嗯怎麼辦怎麼辦 他們是要跟我們講話嗎 那我還記得那兩位外國人呢 是一對年輕的夫妻 滿面笑容的叫我們走來 漸漸的佔據我那小小的眼簾 到此時時刻 我們終於都確定了一件事情 他們是真的要和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三個 要互相看對方 用瞪大眼睛 眼神再次交流一下 到底是誰要去當外交官 來先補充一下 剛剛是不是有說到我們三個人的年紀 對 我弟呢當時一年級 所以絕對不可能是他去交戰 好 剩下我跟我表弟了 那我表弟呢 在當時其實算是功課倒數幾名的慘 上課常常都在睡覺 所以我知道我是逃不掉的 我勢必要擔起這個外交官的責任 而且我意識到 身為年紀最長的我 勢必要當大家的避風港 所以我決定收起了我的不安感 裝了一副超有資訊的樣子 把弟弟們撇到身後 用正眼看著這對外國人 撐起灿燃的笑容 用眼神示意 來吧 你們想說什麼 就儘管說吧 OK 當這對外國人準備開口的同時 他們絕對不會知道 此時此刻造成的結果 會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大五點 而那位年輕的媽媽 用著非常關愛的眼神 向我緩緩受了一句 Where are you from 我發現我那小小的膽囊 承受不住這樣子的英語攻擊 我整個人傻住了 我呆住了 我整個人僵在那邊 像擠了在旁邊 準備被燒什麼灰燼的螢火木頭 最後那一位媽媽 看我好像沒有聽清楚 或是Maybe 她的語速 對我這個亞洲小女孩來說 有一點太快了 所以她一樣用非常關愛的眼神 再次向我緩緩說的那一句話 Where are you from OK 我這輩子再也忘不了這句話 我發誓 僵持了三秒鐘之後 我覺得 不行 我要豁出去了 在當時 我告訴我自己 不管我接下來要說什麼 我倒超有自信的反擊回去 所以我決定 將在我腦海漂浮一久的那句英文 告訴她 I don't know 然而我們之間的空氣凝結了一陣子 我看得出那位媽媽眉間緊皺的幾下 其實說出口的當下 我一點也不後悔 我超有自信 直到她說下一句話的同時 我真的後悔了 她說 嗯 台灣 那一瞬間 我真的很想死 很想哭 很想叫媽媽 而且我能感受到後面這兩位弟弟 正正傳來了噗痴的笑聲 我這個身為姊姊的尊嚴 瞬間 就像他們腳下的小草那般 被死死的踩著 在旅程後的幾天 這件事情 一直成為大家口中的家常笑話 我相信直到現在 到死我也不會忘 那今天的故事要說到這裡 那我有個問題 想問問大家 如果你們心裡有答案的話 記得底下留言告訴我 Where are you from? I from Taiwan Not China N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